我也想呼籲不要隨便傳一些未經證實的消息 甚至乎假新聞 其實市民要分辨哪些是假新聞 有些都不難的 有些資訊譬如即時通訊軟件 Telegram 或者WhatsApp 傳來毀面書有人傳 你簡單問幾個問題 先停一停 就不要反正式傳開去 你到底那個內容是誰人說的 是何時說的 還有那個內容是否合乎常識 你自己先想一想這幾件事 就不要反正式不斷把這些來歷不明 甚至乎眼睛看上去就是假的東西 不停地扔進去這些 就有很多人的組群 因為如果這樣做 其實對防疫抗疫就一點幫助 無知會令人心惶惶 對那個防疫抗疫就一點幫助 無知會令人心惶惶 對那個防疫抗疫就一點幫助 無知會令人心惶惶 其實我已經很忙了 其實這幾天我還要花點時間 去回應這些假新聞 因為這些假新聞是會害死人的 所以如果市民大眾 你隨便把一些可能害死人的假新聞 假的資訊傳出去 其實大家在害人 因為這些假新聞是會害死人的 所以如果市民大眾 你隨便把一些可能害死人的假新聞 假的資訊傳出去 其實大家在害人 因為這些假新聞是會害死人的 所以如果市民大眾 你隨便把一些可能害死人的假新聞 假的資訊傳出去 其實大家在害人 因為這些假新聞是會害死人的 所以如果市民大眾 你隨便把一些可能害死人的假新聞 假的資訊傳出去 其實大家在害人